哇,这个厉害,巅峰双百星 来,张狂,风窗,好 够拼,我喜欢 地图先记一下 我们今天打了这么多局 真的把监管者的石都打出来了 所有的角色看了个遍 你滚,滚到飞音家 但是飞音家这边是有啦啦队员的支持 我们今天是见过他们的一个配合的 悬停双喷 没滚到,这里 夹子,风,一波 又是一个悬停双喷吗 直接悬停双喷 又来了,但是好像还行 这个距离其实不是特别远 滚一下,好 技能CD,切形态,有闪现 闪下这个闪现,节奏很香 交出这个闪现,我也可以 旋停,哎呀,喷射背包交出来了 那也行吧,那也行吧,再看看夹子 这边夹子,风 我一抽到 闪现 最终还是交掉了这个闪现 但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因为现在密码机总量加起来 三台机加起来就两台的总量 百分之两百的总量 看,好兄弟怎么来救人了 尖刺,一滚 好 这里第二下滚 好像应该 不太来得及吧 人 救下来 这边的话可以追双岛 可以追双岛 可以追双岛 追双岛 又飞轮 哎,没想到吧 野人带飞轮 硬要追双岛吗 这波硬要追双岛的话 这个飞应家 面对一个二阶破轮 嗯 哎呀 把这边的这个窗给封了 夹子 可以 这波双岛应该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立于不败之地了 因为这个点位他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 这个窗 这个窗 不封 可能飞应家还有牵制空间 拉拉队员 别滚 有吸血的 有吸血的 这边有吸血的 吸血 这边是 交了一波 加速 躲掉 其实我觉得穷人可以考虑卖掉了 嗯 现在的话 对于破轮来讲 他如果能形成击倒 这个局应该是一个多抓了 打了一晚上了 来了一个勇士 好凶 这破轮 现在 我觉得追拉拉队员 还是有点难度 毕竟他手里还有加速 想交戏血 再交 这一轮对抗 花的时间有点多 而且短时间之内击倒不了这拉拉队员 他可以打一刀 打一刀以后 我觉得立马滚 轮行态 去找外面的野人 把野人呢 秒了 挂上 再往外打 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野人这边卡的点有点强啊 这点有点处理不掉 处理不掉 那就只能找拉拉了 一滚 先不管 先控场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因为他手里有戏血啊 这波如果说能够戏血补上 滚一下戏血补上 把这病患秒了 那你病患交勾 我往回走 球尸这里的话呢 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就补状态 但是感觉破轮不想给球尸这波 直接就闪吧 野人上猪 还是顶住了 还是顶住了 因为现在有一个点 就是这个病患有点难处理 这病患满血代沟 满血代沟的话 处理不掉 那病患这台机制就只能放掉 不过有一点好的 就是拉拉队员和野人 这边没有给到他们机会去补状态 他现在需要形成一波击倒 需要形成一波击倒 那再过去耗你的钩子 这就是四黑啊 四黑在 钩子交不出来 夹子漂亮 地下室 站起来了 哎 这波秒的漂亮 这里的机子 交闪现 把闪 nice 应该是拿下了吧 这一波 求生者顶了很久很久 但是这个病患 在 其实已经来回拉扯到最后一波了 抓到机会了 啊 被破轮抓到机会了 这里也找野人 写令 我们的夜宵杯是每周的五六七啊 周四的话 暂时还没有纳入到我们的常规开播时间啊 所以说大家要看的话呢 五六七没完的九点半一般都会有 没有点关注的观众可以点一下关注 省下了 省下了一个66呀 省两波就是一份小龙虾了 这能录出来吗 打的精彩的我们都会做成视频呢 夜宵杯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也有视频的嘛 还想跳地窖啊 哎 我夹子 晃晃晃晃晃晃 还想跳地窖好嘞 四抓 nice 果然是救星啊 来了来了 杰克 飞行家拉拉队员 第一刀 哎这不是小七的那刀物人吗 走位在躲 这里拉拉队员进到墓地 天赋上面是一个底牌加封窗 我喜欢 哎就是这么来打 这就是来拼命的 对吧 挽留不需要的 要什么挽留 打四黑 就前期抓不住了 杰克 没了呀 对不对这边封窗 哎封住以后 好这个窗用不了 压住位置 但现在这个雾刃不太好交 这里哎呦 打的是蛮敢打 但是没打中的话呢 杰克的机会面不大了 这刀雾刃打中了 这局还能往后打 这刀雾刃没打中 杰克的容错率很低的 他前两刀雾刃打不中 其实球员可以看到三台机子已经差不多 总量要到两台了嘛 拉拉队员这边还好没飞轮啊 等了一手 好来来 有加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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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实体刀 放鞭炮 还是实体刀 实体刀那就交移行吧 交完移行 再看移行 往回压 下一个雾刃才能带走 等到乌刃好了 这边已经三台机了 大概率是走远了啊 大概率是 今天 有没有强力的勇士 但是我觉得这把杰克 其实他的天赋 还是让我非常的满意啊 漂亮 就要赌 就要拼 就要跟他们干 你千万不能怂 好 那我们这边酸辣粉 这边显示是已经受尽了 感谢各位的一个下单支持 野人这边过来救人 他们其实可以像打上一把邦邦那样子的 再打一个什么呢 就是压死救 不要卡半救 压死救的话 就 不过当然因为杰克的雾刃呢 你就算挥到了 这边也能救下来的 就是杰克雾刃 他的一个后摇比较大 雾刃挥到了也能救下来 怎么回事 我是不是说压死救 他非得去 他的位置 他下租的位置不太好 哎 那这样的话机子好像不够了 看到飞一家了 等会你你挂野人干嘛呀 挂野人拉拉队 救下来了呀 不是 这野人不能挂的呀 这野人挂的不就 放下野人 误刃压住这个飞行家呀 那这里毒人 毒人 哎呀偏了 啊 兄弟 哎呀 93的机子 机子不够 一刀还行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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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人 啊 啊 野人赶过来 哎 野人没顶 血令啊 血令是怎么 血令是心疼我吗 血令好兄弟啊 血令 血令不愧是好兄弟啊 讲义气啊 但是杰克没有挽留啊 杰克没有挽留啊 杰克没有挽留 嗯 这波其实不太好去挂的 挂的话 这边飞行家 因为他有那个位移啊 他可以 他可能是觉得 看着天赋啊 也没有带局近狂啊 再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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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间压积分的兄弟就破产了 5.5倍的平局 没事 慢慢压 慢慢压 哎 找角度 但是追这个野人好像不是特别好 而且 我追这个野人有一点就是因为杰克没有挽留 追这个野人 野人手里有搏命的 一刀 乌刃没打中 完了 这乌刃没打中 好像 好兄弟 血令 乌刃飘他一刀 前面是地窖啊 前面是地窖啊 哎呀实体刀 好 今天赢过没 今天除了少爷赢了一把 哈哈哈哈 哎呀还得是少爷呀 哇 哇去 好 来看一下吧 这个ID我也念不出口啊 就叫他轻轻吧 轻轻 看一下这把空军飞行家 拉拉队员 囚徒啊 全场这边的一个阵容 其实还是蛮厉害的 上限很高 然后呢 这个阵容 如果说前期真的六好了 第一波飞行家就 第二波空军带枪来就 呃 四人开门战的面都有 当然 这个割据我真有点忘了 他今天打的怎么样 我真有点忘了 我今天刚观战过啊 因为他这个ID呢非常的吸引我 就不管打的怎么样 我就点进去观战了 交个电 可以 看不到天赋啊 应该是底牌挽留 不知道带不带快踩 第一刀 这边飞轮CD好了 看 蓄理刀压一手 飞轮没有交 前面的话是空军 哎这波空军 讲道理是可以过来给枪的 空军是可以过来 哎哎 好兄弟血令 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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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波空军过来 倒遗产吗 哎没打到 哎呃 看一下空军的机子八十多 这边先人挂上 赶走 压住了遗产机 血令干的漂亮 等一下啊 这个局慢慢的呢 由于这一波啊 其实这一波讲道理空军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会更加的实用 就是过来给一枪 就过来给一枪 卡板是什么的呢 反而 没打到的话容易出点问题 囚徒这边有电 嗯这个电不足以保囚图 其实不足以保囚图到搏命结束 吧 哎这里卡了一手 哎卡了一手 卡了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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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翻进去 嗯 拉拉队员再来救一波嘛 其实这个机子飞加这边修完以后他去补拉拉队员的机子看一下这个距离上面来讲不是特别合适 要不就飞加或者空军再来救一波 空军也不能过来那就飞加再来救一波压着吧 这边是赶过去打拉拉队员干扰机子这边插个眼然后回头做防守嘛 诶 诶 要追一刀 不是大哥你这追一刀万一过去把人给捞了呢 没有人捞那还行这刀没打中 呃 因为囚徒是不带大心脏的 所以说这里想要争一个私人开门战多跑 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 更多的看这边 监管者能不能真是 你这刀打的不太好呀 诶诶诶 这么有信心吗 这刀其实打的我们上帝上来看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反而给 交闪现 那反而是等于说自己亏了底牌和闪现 本来能真胜的 这一轮 他就针对这个囚徒击倒挂飞以后手里面留技能 能真胜的 现在的话 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除非什么呢 穷者想真胜好兄弟过来 出点问题 好兄弟靠你了 好兄弟靠你了 要不过来交一枪 最后一把了别走了枪都没有开 走了 走了的话最后收官是平局吗 他 摇一层 28层过去打一波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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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乔 躲 哎呀没躲掉 那平了 可以可以可以 有点可惜啊 我觉得还是轻轻打的有一点点 紧了 就过程当中还是打的有点紧了